亲友姐妹平安 今早上要跟大家一起看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到二节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莫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 来看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我想这大地震震撼了所有的人 因为当时没有人预料到 有主的使者来将石头推开 正经形容 看守的人害怕到晕倒 变得好像死人 我想是经历突如其来的地震 他们很害怕 另一方面 害怕是可能觉得失职了 怕会被责问 而害怕到晕倒 至于那些妇女 虽然很害怕 但又很欢喜 立刻地跑去告诉门徒 突如其来的这个疫情 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除了每天全球确诊的人数 和死亡的人数不断地增加 还有阻断措施又延长到六月一号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震撼之下 愿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记载提醒我们 人一切的计划和筹算 有时会徒劳无功 震动后让我们也觉醒 不是人的能力和计划 而是复活的主 是生命的这个主宰 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三节说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愿你们经历耶稣基督的大能 愿你们蒙大恩